韓國瑜已經決定要把 國情質問的邀請函送出去了 我那XX真的要播 他們不會那麼笨啦 人事聽證還有保釋國會 這個他說不回去啦 你要沒收 那大家就看著辦吧 不是 你如果敢這樣幹 那就凍結你的預算 司法院就是完全都是打手 它就是完全政治化 連帶受傷害 沒人救你 你要知道沒人救你 如果五條都沒過 嗯 它百分之百對司法院下殺手 我才不管你清了要不要出來 清了出來有皮用 鬥雞吧 要拜 清了出來 我怕你啊 你出來吧 最好來個十萬吧 最好衝進立法院吧 那立法院就不要開啦 不要開你犧牲院什麼都不要省 怎麼會有這種總統 XXX成這樣啊 台灣會出了這樣的總統 真是悲哀啦 把NCC的停造權刪掉 對這個有點好奇喔 就是昨天立院三讀通過了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組織法 換句話說 其實就叫做NCC組織法三讀啦 那裡面當然大家最care的事情 就是萬年委員要走入歷史了 簡單來講就是 原本這個NCC總共有七位委員 任期四年屆滿可以連任 改為是任期四年 你最後只能連任一次 然後並刪除就委員延任的這個過渡條款 所以換句話說他還加了一個淡書喔 就是陳耀祥 這是立院通過的附帶決議喔 陳耀祥宣誓不能再接受政院的提名 也不再接受延任主動辭職 換句話說他要掰了 這個本來我想說應該會很有爭議 怎麼後來還是可以完成三點 沒有啦他本來 沒有啊因為藍白都支持就過了 對 陳耀祥本來就要回去大學教書了 那個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 不過就是說 如果那個人事 就不能那麼消極了 那世席沒過 那NCC委員就只剩下三個 對因為他是交替的嘛 就是在是先四 然後後面還有三個嘛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三個可能沒有辦法開會 就是他會不足了 那這樣也好啊 就把這個單位廢製了 喔欸對耶 他不能開會 喔所以他是變相的 讓NCC這樣子沒有辦法運作 等於就是因為你去想嘛 因為視線坦白講啦 目前也是在 那個憲法法庭也在趕時間嘛 憲法法庭有可能在八月 中下旬就把視線結果公佈喔 哇這超級趕進度的 對啊那他如果公佈 那立法院不爽了 那那四個人的同意權會過嗎 不會 是啊 所以就一直處於只有三個人 欸他如果真的到八月底 因為八月六號延遲辯論嗎 我跟你講為什麼啦 因為他要避免賴清德尷尬 因為韓國瑜已經決定要把 國情之文的邀請函送出去了 那賴清德是堅持要等視線結果出來 那不就卡住了嗎 所以無論如何要幫賴清德解套啊 趕給他 對趕給他 就要在九月之前趕出視線 那讓賴清德可以根據視線結果來辦事 所以亮哥你覺得視線結果 會是全盤都認為是違憲 我認為國情之文這條不會過 那其他的呢 其他難講 難講 你到現在還願意相信其他難講 不是因為有一些你要沒收 真的說不過去 比如說人事聽證 過去這八年你覺得有多少 說不過去的事情都說過去了 那司法院的預算就準備被凍結 我覺得他們不會那麼笨啦 調查權有一些細節的爭議啦 那他會寫出來 因為憲法法院不能夠修法 他只能夠說出哪些地方有問題 那請立法院參考 然後限期改正 他只能做這個決議 那我認為人事聽證 還有藐視國會 這個他說不回去了啊 因為全世界都有這個東西啊 那以前是我們沒做啊 那下一代有人修法了 你要沒收啊 那大家就看著辦吧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不是 你如果敢這樣幹 那就凍結你的預算嘛 就表示你這個 你這個司法院就是完全都是打手嘛 就是這樣嘛 那就完全政治化了 我覺得他現在一定在想這個問題 他在取一個平衡點 不然他一定會連帶受傷害 你懂我意思 因為你司法 你一定要想辦法在行政院 跟立法院中間找個平衡點 不然你會受傷喔 你會受傷喔 你那天看完那個這樣 而且沒人救你喔 你要知道沒人救你喔 因為你不是行政院喔 你平常是見不到立法院 而且我跟你講 我現在聽到的訊息是 如果五條都沒過喔 他百分之百對司法院下殺手 我才不管你清鳥要不要出來 不是必要的啊 清鳥出來根本沒用 清鳥出來 藍白全部法案都過啊 清鳥出來有屁用啊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也是 我就說這個人就是鬥雞嘛 他到了那個大學生的場合 就在那邊又在下拜了 說 事件結果你立法院要接受喔 不然清鳥會再出來喔 清鳥出來我怕你啊 你出來吧 最好來個十萬吧 最好衝進立法院吧 那立法院就不要開了 不要開你行政院 什麼都不要省了 怎麼會有這種總統 痴呆成這樣啊 直播的氣靠要出來 當然 你有聽到我完全不想插謊嗎 因為我覺得好像差不多 開始要起雞了 我想要先再刪一下 喝完水也不要停啊 不過真的就是這樣 你賴清德你當總統的人 難道不知道過去立法院的表決 只要藍白和你通通都輸嗎 這個蕙琦也已經幫大家示範了啊 昨天也是啊 你清鳥出來有差嗎 一樣過不是嗎 清鳥最激烈是 最前面那個國會改革法案啊 對 那後來出來的人越來越少 叫不出來了 根本沒有用嘛 也沒有那個正當性把他們叫出來啦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所以我說喔 我們台灣會出了這樣的總統 真是悲哀啦 陳吉仲等於是藐視國會的第一槍 因為經紀委員會已經要成立 進口彈調查專案小組了 那陳吉仲直接跟大家講說 那個違憲違法的組織 我怎麼會去參加 他把自己已經當做大法官宣布 這已經是違憲違法 賴清德也是啊 賴清德說國刑志文他也不去啊 事實上 他目前是follow賴清德啦 那如果說釋憲之後 那調查權 還有部分被保留 那你非去不可啊 哇上書大人耶 現在馬上就跟著賴清德的腳步了 這有什麼稀奇啊 不啦他 依法要去啦 不然他可以被處分喔 因為他是公務員喔 所以你不要開玩笑啊 你不是王毅串啊 你不要搞錯啊 真的耶 王毅串只能罰款啊 你陳毅串不是耶 你是當過部長耶 所以他其實到最後還是得變 飛去不可啦 你不要做夢啊 講那屁話 好喜歡現在有在開個人頻道之後的亮哥喔 這個情緒說上來就上來耶 張祺凱的態度我也念一下 因為他是這一次的這個 雞蛋的調查小組召集人啦 那他也講到說 陳其中這個言論 一是打臉了賴總統的總統領 二是藐視國會所做成的一些決議 三當然是不敢面對政策的成敗 所以他認為說 不要把自己幹得好像大法官一樣啦 你還是要出來 張祺凱你這種講話方式太輕了 太軟了 你說我們要送辦 太軟了喔 就是要送辦啊 法辦啊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為止 剛剛這個亮哥說你非來不可嗎 陳其中到最終你還是 就是嘴秋沒有用嗎 沒有用 本來就是這樣啊 這個我不知道這個相關的罰則啦 因為那個條文我忘記了 再去仔細看一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的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駝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 Mantlement 祝充 頒